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虽然自嘲是妇女 但我还真的不大 今年才刚29岁 我们家都是地道的农民 没什么本事 也就种地 打工 本本分分地过日子 勤勤恳恳地处理包食 我上完初中就不上了 倒不是家里不叫我上 而是我自己实在不是那块料 下学之后我就跟着家里农忙时种地 农学时在附近的小厂子打工 日子虽然辛苦 但一家人都能在一起 我个人也觉得是一种幸福 在我19岁那年 我家里就来了没人说清 对方就是我们的本村人 我见了之后 感觉还不错 就点头同意了 过了年我就嫁了过去 那会儿我才刚20岁 当然没有领结婚证 这个事儿在我们那里真的很正常 整个村子都是那样 先办酒席 生孩子 等年龄到了 再去领 就是了 老公比我大五岁 结婚之后还不到一个月 他就跟着同乡 去的青岛打工 我虽然也不舍 但家里还要生活 光凭着种地和在附近打工 根本剩不下什么钱 而且我老公会电汉 还会开机床 在我们当地根本就没有合适他的活干 去青岛工资高不说 还能再偷学别人一点技术 就这样 我们两口子分居两地 我在家种地伺候公婆 她在外打工 其中的艰难 只有做过分居夫妻的人才能体会 在婚后的第二年 我们的女儿也顺利地降生了 虽然公婆不大高兴 嫌弃是女孩 但老公倒也没说什么 还高兴地专门请了一个月的试驾回来陪我 老公这个人好强 也聪明 在青岛干了三年就迟子回来了 说是要做生意 但我们家和他们家 祖辈上加在一起 也没出一个做生意的 公婆是拼命地组织 说什么咱们都是农村人 跟人打工 拿个固定的钱就行 做生意不是咱们农村人该干的国际 还是老老实实打工的好 你要是做生意 那你就搬出去住 跟我们断结关系 要是赔钱了 省得别人来找我们要 当时老公被弃得差点就要 断指明志 为了支持老公 我从娘家借了一部分钱来做本钱 还借了娘家的房子赞助 就这样老公在市里开了自己海鲜店 他在青岛的朋友那里进货 我们在这边卖 说好了的利润我们占三分之二 他朋友拿三分之一 由于都是青岛那边发过来的新鲜货 所以我们店的生意一下子就打开了局面 没用一年就还上了当初我从娘家建的钱 甚至还有富裕 到了这个时候公婆再也不说什么断绝关系的话了 反正隔三差五的有事没事的就往店里跑 说是帮忙其实就是要钱 但理由不外乎什么 买菜没钱了 家里的煤不够烧 地里的粮要给收割钱 每次也就是三百 五百的 我也没当回事 次次也就给了 在这个世上 我觉得我做的没有什么不对 毕竟老人就是老人 但不能跟他们一般建设不是 我唯一不同意的就是叫我小叔子来店里干活 我小叔子这个人怎么说呢 续酒 续烟 续毒 才二十二岁的人把自己弄得跟个鬼似的 天天见不着人一不说 那次出现都是见账还债 不是赌债 就是饭店的饭钱 光吃霸王餐都被派出所送来十几次 次次都是我们给的钱 你说这样的小叔子我哪敢弄到店里来 要是老公跟着学坏可怎么好 因为这事儿公婆虽然花着我的钱 对我还不待见 天天子桑骂怀地说我只会生女儿 坏了他们家的风水 要不小儿子不会这么博正干 真的叫我通心的事就发生今年的春节期间 那会我正好刚怀上二胎才四个月 但春节刚过 公婆就嚷嚷着叫我跟老公和我离婚 说要再找一个 刚开始我没在意 因为这些年公婆的这些话说的太多了 我懒得理他们 但这次却不一样 公婆竟然领着一个怀孕的女人上门了 看着那个挺着肚子的女人 我浑身颤抖地问老公 这到底是为什么 谁知道老公竟然绝情地告诉我说 他也没办法 家里逼得紧 他就背在我外边养了一个 上个月公婆陪这个女的做了产检 大夫说是男孩 我当时就被气得差点晕过去 但想想肚子里的孩子 我坚持着没有倒下 那时一个市场的人都来看热闹 老公好强 难道我就不好强吗 面对这样的忽辱 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他再过下去了 我独自收拾了下东西 就挺着肚子回了娘家 春节过后 我爸妈气不过 带人直接去砸了她的海鲜店 但那有什么用呢 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我们是协议离婚 两个女儿都跟着我 店我要了回来 家里的现金都给了她 离婚后 我就把店交给我父亲管理 我专心地在家预备 接受我和她的第三个孩子 今年七月份 我安全地生下了我的儿子 一个健康可爱的小宝宝 这不但是我的第一个儿子 也将是我一个人的孩子 我是不会叫他回到那个肮脏的家 但就在我预备开始新生活的时候 公婆却大包小行李地来看孙子 甚至婆婆还在我床前说什么 以前都叫猪油 王露心 亏了我 叫我不要计较 今后他一定好好表现 把我当亲女而带 还说他们已经叫他儿子 把那个狐狸精给赶出家门了 要我跟他们的儿子复婚 说家里没我 我前夫连饭都吃不下什么的 真的是什么话都说 我公婆这不对啊 按说那个女人的预产期 应该是五月份 家里早就来天男孩了 怎么还来我这里要孙子 等公婆走了以后 我就叫我妈去打听 这打听还真打听出了事 原来那个女人的孩子 生下来就被柴出有白血病 当时把一个人都吓蒙了 赶紧的全家人都去验血 给孩子输血 这一输血就输出了问题 我老公的血腥和孩子的不匹配 据说当时一家人就在医院吵了起来 直到最后 那个女的才说 她也不知道是谁的 一家人这几天因为这个孩子的事 是天天打仗 最后我前夫出了好大一笔钱 那个女的才同意的离婚 听到这我就明白了公婆的薪资 那个孙子不是自己的 这个可以确定是自己嫁的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良心发现 而是当发现鸡飞蛋打之后 来我这里找安慰 还说什么吃不下饭 要是那个孩子健健康康 她也不知道血腥的问题 会吃不下饭吗 估计会抱着那个儿子天天的乐吧 在我怀里 这个宝贝恐怕一辈子都别想 有那个大雨 我深知一个女人 独自带着三个孩子 生活有多么的难 那又如何呢 我是不会把我辛苦生下的儿子 送回那个不知所谓的家 也不会叫她跟我前夫的姓 她就是我一个人的儿子 昨天公婆又来了 在门口堵着我的家门 说我没有良心 狠毒 我讲亲情 你们说没良心狠毒的是我吗 我这么错 我错吗 写故事的人只负责悲欢 离合 听故事的人 只为泪流满面地感同身受 若你有缘遇见这些故事 纵然我们素昧平生 单凭这些久违的故事 你我 皆算老友 背底 便是天涯 我觉得 Challo 我忘得了 天涯 我 火 跑 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